好了 鄉親啊 繼續來看 孩子生會休息人 這個法官伴家庭要跟他爬 廟裡泰安鄉一間替霹室 一間雲爪的業者 跟住起來做完工的宿舍 自年的二月 出租四歲雜子 跟兩個出兵的修路棟 在房間生賴大 點到這個衛生紮的麥霹 火爪燒起來 當時在二樓 在睡中的一個南元工 休息在會睡 因為這個修路棟這麼四歲 遺犯免毒行政 而死者的太太 是狗三個小孩的北母 法官也認定北母必須要輔助 一心拍拔六百多萬 尊臨的二月 廟裡泰安一間 老天家的二樓倒會 這是我們全飯店的原工宿舍 當時有一個南原工 在裡面睡覺 維護土生 休息 警察掉出感濕 火災發生前 處處的女兒跟兩名 處邊的女兒在門口在玩 接下來體內打 遭遇到一樓的房間 這就衛生紮得迷配 地出會遭到二樓 本件火災經消亡局 鑑定結果是因為小孩隱藍的 雖然劉董意發 不用凸行政 但死者的太太控告三名劉董的北母 一心拍拔劉董的北母 總共要配上六百十三萬 七千空七十七塊 三四歲的小孩對生活有悔險 不見 發覺打掌 到必須要付去年代 背上接針 三四歲的小孩對生活有悔險 沒見過 發覺打掌 到必須要付去年代背上接針 三家庭 這次的小孩 一家便宜就要負200多萬 才可以上手